同学们好,我们审计的串角班进入第三章 第三章审计证据是一个非常排名靠前的一章 虽然说有很多的有若干的关键章 但是关键章里面有高下之分 这是实实在在的关键章 这个年均分值达到14.4 比例我就没有列,主要还是大题 大题小题什么题都有 所以没必要再列比例了 这个第一节审计证据靠平80% 主要是选择题 但是某些个别地方也常常点到为止 靠一些像是送分一样的大题 简达综合都可能 因为证据是一个非常专业 在审计里面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 关于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大体上都是一些选择题吧 都是一些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 对吧,所以充分性是对证据数量的衡量 其数量界限到底够不够那个界限 与样本规模有关 就可以通过审计抽样来确定 或者参照那个表 对吧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证据需要多 什么时候证据需要少 其实说实在话都体现在关于抽样的那个表里面了 样本规模的表里面 其实一切都在不言中 一切都在表中 但是作为注册博士 不能说我从表里面查的 就什么都考虑了 不,你其实还要发挥职业判断呀 对吧 有的时候尤其非统计抽样 你可能还会调高一些样本规模了 所以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 这列了一些因素 这个呢 咱们回到考试上来 你只要会选择题就可以 这些内容就理解一下 这个尤其是最后两句话 就这一页最后两句话 关于控制测试 像第一句话 貌似好像不好接受 对吧 初步评估的控制风险越低 需要通过控制测试 获取审计证据越多 哎呦 这风险越低 怎么控制测试的越多 好像不好理解 你别忘了 风险越低 并不是真的风险越低 是初步评估的风险越低 就这么一个风险越低 一向给你很大的希望 你就想高信赖 你知道吧 风险越低 越想高信赖 那你要高信赖 当然就得测试清楚了 对吧 所以风险越低 只是给了你一个希望 真要能指望它 那得做踏踏实实的测试 那可不就是证据多了吗 是不是啊 另外关于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适当性是质量 这是硬杠杠 充分性也是以适当性为前提的 如果不适当再多 恐怕也没什么用 所以这个适当性 包括相关性可靠性 对吧 这个注意这句话 质量越高 证据的数量可能越少 但是 质量有缺陷 那么证据 数量可能是无法迷读的 质量没缺陷 质量越高 就好的方面 它能起作用 质量越高 越能帮你数量的忙 质量低了 数量可帮不上忙 是这样的 这个我说他两句话都是活话 都用了可能这个词 所以一旦说成了固定的一句话 固定的结论的一句话 那他就错了 那么相关性是指能有逻辑关系 有说服力 对吧 那么相关性可能受测试方向影响 我标了四个字 应用热点 对 就是证查 逆查 说起来那么容易 但是大题里面常考 对吧 这个尤其综合题还挺爱考的 他要测试 消失费用的发生认定 那他就从 消失费用的相关的品证里面 选了一些 然后追查到消失费用的明细账 对吧 那错了 你那是证查 那能证实的是完整性 而不是发生啊 就这么简单 当然 今年可能包装包装是销售费 明年可能是损获成本等等 对吧 总之测试方向 非常爱考 因为审计就是吃这碗饭的 这是基本功可以说 因为可抗性呢 两个极端吧 一个就是选择题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题里面 他这个明明 就获取了一些内部的证据 也没有外部证据所来佐证 然后这个信息是双方往来的 结果他就没有得到外部的证据 那只有内部证据可抗性比较低的 结果中在会是查了查了就满意 那就错了 这就是考大题了 考小题呢 那就是这几句话 对吧 所以说我没有列题型比例 就是大小题都可能考 第三大部分 对于特性的考虑 这个包括谁是谁的前提 对吧 包括对稳健记录可靠性的考虑 通常不会鉴定 但是 以有迹象的话 那就得采取措施 去调查 去鉴定 还有另外一个热点 使用basid navi生成的信息时的考虑 这可以说就是关于可靠性的一个极端了 basid navi给你提供的 可靠吗 对吧 一定要测试 这考了多少事项 今年是这个 明年是那个 对吧 今年可能来一个应收账款 什么明细表 对吧 然后他从中选择了几笔 进行了喊证 怎么样 没有测明细表 那不行 而存货即将准备明细表 也从中选择了几笔 然后追查了一下 算了算 然后满意 那没有测试那个明细表 或者是存货存放地点清单 从里边选了几笔 选了几个地点 进行键盘 那也没测试那个清单完整性 更不要说 什么供应商清单 什么等等 这到处都能用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只要你是basid navi给你提供的信息 你要用 你就得测试它的准确性完整性 因为它是出自basid单位的 它很可能里面有假信息 这个千万记住 问题是在大体里面 它改图换面 你感受不到它 那句话 它前面说是被审单位 获取了个什么什么 后再说了一大堆 你再注意力气 跑到后面那一堆 你忘了它是被审单位提供的信息 所以不是我们同学 不具备知识 而是考试这种场合 考试这种习惯 我们不太熟悉而已 对吧 特别注意 好了 其他的呢 都要看看 就不宜念了 当然这是串讲 对吧 第二节审计程序 考评40% 就算一个中油吧 所以你还是要认真对待一下 关于审计程序的要素 这个 利用审计程序 获取证据 利用审计程序 当然是获取证据 对吧 就利用审计程序的话 涉及到四个决策 这要来一个选择题呢 是不是啊 审计程序的种类 这里边都是一些概念 这个也是选择题的一些素材吧 但是里边 像询问 又是一个热点 要防大体 在审计里边 除了持续进行假设 超出评估期间的那些 可疑事项或者情况 除了这一个情况以外 其他任何地方 哪怕你就是做控制测试 你也不能只询问 仅仅询问 可能是需要的 但是永远不足够 干什么都不够 仅仅询问是不行的 考试就会反着考 说他询问了 发现一个什么什么情况 这个有疑虑 然后呢 询问了往往方便 管理层怎么怎么答复 然后注册会议是认为呢 解释合理满意 那你说了半天 不就是仅仅询问了一下 那就错了 就这么简单 好 这个其他的概念呢 都要看一看 尤其分析程序的概念 一定要注意 对吧 分析程序概念 本身可以出题了 他是分析的是 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就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之间 以及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内在关系 就这两种数据之间内在关系 他不会分析在非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内在关系 对吧 因为他是审财务数据的 分析程序还包括调查 那异常意外的波动 不要以为就是比一比 他如果有异常意外的波动 他还要调查 下面就进入第三节 关于罕证程序 这是这一章的核心 其实也可以说是审计这门课的一个重点之一 我想说是审计的核心之一 核心之一有一个吗 对吧 所以叫重点之一 首先罕证决策的考虑因素 有三个 少一个就是错的 你注意他用词 在做出是不是罕证决策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少一个都不可以 所以他可以考检大 对吧 他说这个注册会计 做出罕证决策时 他比如说他考虑了评估的认定层次 重大做的风险 对吧 还有其他程序能不能把检查风险降低的可接触水平 然后做出了罕证的决策 错了 你还那个二美考虑呀 对吧 好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是应当考虑的 还有可以考虑的因素 所以选择题的话 如果既有应当的也有可以的 他问题是应当的话 你就不要选可以的 如果问题是可以 不要选应当的 那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第二个部分是罕证的必要性 与实际安排 进入的核心部分了 可以说 罕证的核心部分了 首先是银行金融机构的罕证 银金罕证 这我就不念了 这没有一年不考吧 好像 是不是 这个应当要很正 这个除非怎么怎么样 除非同时满足两条件 那考试简大体综合体里面 他可能那个注册科技师 性A的那个注册科技师 就考虑了一个 那他就错了 对吧 或者他不把这个因素说出来 他给你一个具体的情况 你那里头一判断 对他满足一个 另外一个不满足 那他应当很正呀 对吧 他不能不喊证啊 那喊证为什么呢 就是关于银行 这个喊证的话 要喊证的余额 借款 抵押担保 喊证内容多了 具体内容在十二章列的 对吧 零余额的本期注销的也要喊证 哎呀 这些内容呢 咱们基础办法都强调过 考试可能就说 这个本期期末 那些有余额的账户 错了 零余额的也有啊 也有喊证啊 对吧 或者说 本期期末尚未注销的账户 那也错了 本期注销的都要喊证 但上期注销的要不要喊证 不需要喊证 上期注销的你放心 上期已经喊证了 你注销了 对吧 本期还喊证什么 对吧 所以 他扣字眼 咱们也得学会扣字眼 对吧 关于应收账款的喊证 那是 也是要喊证 除非 有下来两种情形之一 你听听这个语气 同一句话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应当喊证 除非怎么怎么样 那先告诉你是要应当喊证 另外一句话 对吧 说如果下面两个条件 满足就可以不喊证 那就强调 倾向于不喊证 这是倾向于喊证的 你可别忘了 所以大量的考试题 都是该喊证的没喊证 对吧 因为本身准则是倾向于要喊证的 如果真的因为上面两个理由之一 不喊证 那也得说明理由 对吧 喊证的时间安排 有通常的时间和特例 这个呢 也挺爱考的 而且爱考大体 给你讲 喊证的设计 这个异乎寻常呢 我写了印证两个字 因为历来考的不多 考评是零 但它毕竟是喊证 所以我们还得要注意一下 从此到尾呢 想一想 不要数看了几遍 而是每句话都要想一下 要想到心里去 想透 基本上就解决了 万一考到的话 应当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对吧 比方说在针对账户愚文存在认定 获取审计证据 使应当在寻证看中列明相关信 要求对方核对确认 而不是让对方列明信息 针对存在认定 就怕它多记了 多记的一定在账上 所以就从账上去选 然后列明金额 对吧 那完整性可能就不能这样做 就要另行设计 对吧 这就要考虑透了 好 还要设计的时候 考虑五项因素 万一呢 要考到选择题呢 是不是啊 那么这里面 因素里面有个 罕证方式的问题 也有不少的内容 罕证方式很有意思 积极的消极的 积极的还有两种具体方式 要去列明金额 要求让对方确认的 还有让对方提供的等等 五花八门的 理论还挺丰富的 还有很多层次 但是考的极少 有可能认为 它就是个雕虫小 就是个技巧 我们可能爱考实际性的 应用性的 可能这意思吧 对吧 考的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还愿意出题的话 这可是非常容易出题的地方 要大学老师出题 优先选择这个地方 我们讲 只不过我们这是 应用的考试 是职业资格的考试 对吧 这个 比方说 消极的罕证 这个 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才能做消极的罕证 少一个都不行 对吧 消极的罕证 没收到回罕的原因 又何在 好了 这些呢 都要看一看 理解了 要看懂 那么接下来一个 一凉一热 这就进入一个热点了 就是 罕证的实施 这是热点 哪句话都能考 比方说 罕证 这个控制 涉及到罕证的全过程 所以罕证的控制 不要以为发罕前就控制 发罕后其实还要控制 对吧 发罕前的控制包括哪些呢 大家注意 要特别细心 每句话都可能考虑 都可能编成 这个简答题 这需要 这个被寻证者 确认的信息 是不是与被寻证难为的 帐簿记录一致 谁做呢 注册管理师做 注册管理师直接发 不能由别人发 并注意 谁并注意 当然也是注册管理师注意 所以注册管理师 可对 你的信里面写的 寻证函写的 给帐簿记录一致 这不能由对方去核对 对了 考试这个 这两年就考过一个由 这个这个 被寻证难为的财务处的人员 进行核对 错了 绝对错了 包括被寻证者 恰当不恰当 也考过 哪一个没考过呢 给你们 都考过 对吧 另外呢 要在寻证难为的 列明 对方向注册管理师 回函的地址 不写地址是不对的 写成被寻证难为的地址 肯定错的 一定要回函 回到事务所 不要以为 我就在被寻证难为的 我就把地址 写到被寻证难为 然后他回信来 我在门口等着 我直接拿到 不让你被寻证难为 警示 那也不行 那是违反准则的 准则规定 必须回卡到事务所 所以这个地方 一板一眼 要认真地抗 要注意大题 考就是大题 然后为核对部分 或者全部被寻证的 名称地址 注意 所以核对部分也是可以的 不要以为 没有全部核对是错的 全核对可以 核对部分也是可以的 这本身就可以 这个题 2015年就考过这句话 每个 检查题的一个事项 好 可以执行的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 那可以执行的程序 怎么理解 就是说 为了核对它的 名称地址 对不对 你其实下面 做一个就可以 当然第一个不行 再做第二个 做一个就可以 不是要把四个都做到 还有一个 发出方式的控制 分方式了 要是邮寄罕证 就一定要自己邮寄 前面已经说过了 是不是 还有根罕的罕证 尤其 到被选政者那边 对方在核对信息 调出门档核对信息的时候 你一定要再查 对吧 这考了多少次都是 对方核对的时候 注册官也是 关键时刻掉链子 跑到别的部门 做别的事情去了 那肯定不行 电子方式现在越来越被接受 但是不能直接 说我收到电子方式 然后就完了 这个可靠性还是有问题的 现在认为 所以你还要采取一些别的方式 别的途径 别的办法 来支持一下才行 下面是评价 罕证的可靠性 评价罕证可靠性 考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罕证的价值 就在可靠性上 对吧 应当考虑的因素 列了几个 你注意选择企业 然后就针对具体的 这个方式了 包括邮寄方式 怎么验证考考性 百分之百考评 你看到没有 年年考 对吧 包括是不是远见 对方可能把 你发的信留下来 他给你寄回一张表 这是不行的 要直接寄给注册会计师 寄到事务所 还有这个名称地址 什么盖章等等 盖的正不正清晰不清晰 对吧 优戳 可惜了 这优戳也考过 没有没考过的 同学们 所以这地方要细抠 因为它是整个咱们审计的一个核心程序 可以说 对吧 特别说明 如果你把信寄到被审单位 对吧 然后转交给注册会计师 或者说注册会计师 自己直接从被审单位拿到 那都不能被视为考考的证据 这是不行的 违反准则的 在实际工作中 如果注册会计师这么做 你可以上头检查出来 你是要受到处罚的 录博还要吊销证书的 这一年吊销多少证书呢 我这个前几天看了一个文章 看了一个 这个去年到今年 有各种原因吊销证书的上万人 哎呀 考一个证书多难呀 对吧 就可能因为某件事情 被吊销证书 好 电子方式 我刚才说过了 要采取一些安全的控制措施 这样就可以被接受 不能直接说 收到了一个 比如传真 后来收到一个电子右键 打印出来作为工作提高 这就叫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那是不行的 具体的好好看可见 还有口头回复 坚决不行 就说两句话 哪句话都不行 说只对选政函进行口头回复 不符合韩正要求 另外一句话呢 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 两个不 推出一把 不不不不行 知道吧 然后积极的方式 没有收到回函 积极的方式 一定让他回信的呀 对吧 那才叫积极的方式 结果没有收到回信 那怎么办 对吧 有人说 那实施替代程序呗 对吧 你看 其实没那么简单 这个应当 考虑必要是 再次向他计划积极的 不是说 没有收到回函 你就立马就 替代程序 因为有可能地址写错了 对方没收到 对吧 可能有各种原因 这个应当考虑 与被寻者的联系 然后呢 做出回函 让他做出回函 如果得不到 被寻者的回应 或者人家就说 我就不跟你回信 那你再考虑替代程序 对吧 不是说替代程序 永远就可以的 注意 有些情况下 替代程序不能提供 所需的证据 哪两个情况 一个可取了 佐证管理层认定的信息 只能从外部获取 内部的不行 因为替代程序 大部分都是 取得内部的一些证据 对吧 另外呢 有舞弊风险因素 那替代程序也不行 所以不是说 我替代就可以了 不一定行 还有一些 限制性条款 也可能影响可靠性 到底影响不影响 活化 要看他怎么表达 这个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活化不能说成死化 说成死化就错了 那还有一些舞弊迹象 那么大家应该流览一下 这些舞弊迹象 如果写上其中一条 那可是舞弊迹象 那有可能 替代程序都不行的 你知道吧 那是有1922的 一系列的问题 问题严重多了 对吧 所以这些呢 都要看一看 都要有印证 都要有印象 那后面还有两种 特殊情况的处理 包括 这个管理层要求 不实施罕证 这个不配合 对吧 这时候可能 助理会计师啊 你看马上板下脸了 要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并考虑 诚信不诚信 有没有舞弊了 发生 上岗上线就来了 然后看看 有没有替代程序 对吧 所以管理层要求 不实施罕证 有些提计过去考虑 就是说 助理会认为 管理层的要求合理 就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这三方面必须采取 对吧 好 如果认为合理 采取了三方面考虑之后 还认为合理 那是实施的程序 好 如果发现不符事项 怎么办 过去的考试很武断 所以回信跟被人难民不一致 助理会计师 具已要求 管理层调整 你就没调查 对吧 你看这个 因为他有时间差 可能哪方都没错 也可能对谁难民错 说不定是对方错呢 跟你讲 不见得不一致 就一定有错报 所以一定要调查 有没有错报 然后再觉得 要不要调整 对吧 好 不经调查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好 下面咱们进入 第四节分析程序 它的考评也是百分之百 但是它的分值 可没法给人家喊正比 而且这一节考的内容 尽管是分析程序 是神迹非常大的特色 最能体现 这类外事的职业判断 但是 这一节的内容 分析程序内容 通常 都是考选择的 少量的 也有考大题的 大部分都考选择题 分析程序 一共有三种用途 每一种用途是强制的 还是可以灵活选择的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对吧 所以首先用作风险 屏幕程序 这是强制要求 必须用 考试时可能反着了考试 找了个理由 让你听起来挺合理的 然后就没用 你别忘了 它是必须用的 对吧 但是没必要在每一个方面都用 必须用 就一定要用 但是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要用 在了解内控制 一般不用 不是永远不用 一般不用 因为有些控制 可能涉及金额 对吧 多少多少 怎么罚款 罚了多少 等 像这种 对吧 恐怕 也是有金额的 用分析程序未尝不可 分析程序的特点 也可以是选择起的一些素材 比方说分析程序使用的数据的汇总性比较强 对吧 这就是正确的一句话 还有对象主要是账户与我 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写成了别的了 可能是披露了 那就错了 是账户余额的问题 然后他的方法有三种 余额分析 有比率分析 趋势分析 但是余额分析主要的是 是最主要的方法 趋势分析 比率分析呢 是辅助的方法 这个不要忘了 你看 所以可考性很强的 具体运用 那要考就是综合体 那个要求一 进行风险评估 他的思路就是形成预期 做比较 然后识别风险 这个内容要考 不是考这几句话 是结合实际问题 考应用 考综合 所以他不在这一场里面考了 接下来用作实质性程序 这个应当是三种用途里边 用作实质性程序 是最厉害的 考的是最多的 所以他才是重点 但是他不是强制要求 他的目的是应对风险 而不是评估风险 那分析的基础 我喜欢把它叫做纲领 就是分析程序的纲领 或者叫分析程序的 思想基本原则 因为他只有思想 借用了一个政治的术语 思想基本原则 这是分析程序的思想基本原则 或者分析程序的思想纲领 那考选择体非常合适 对吧 这包括分析程序的适用性 分析程序使用的数据的可靠性 还有预期值的准确性 还有可接受差异国 四个方面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么关于适用性 数据的可靠性 预期值的准确性 可接受差异国怎么定等 每一方面都可能会考 包括适用性 也可以考大题 对吧 只不过呢 历来考选择题多一些 考大题少一些就是了 对吧 这个数据的可靠性 要注意选择题 预期值的准确性 也主要是选择题 但是可接受差异国 你看应用热点 都考什么东西呢 说可接受差异国200万 那我做分析程序的时候 发现有个波动 有个例外 有个异常 金额呢 可能是500万 这之外是就调查了 超过200万的那个300万 因为200万以下是可接受的 他把超过200万的调查了 或者让他更正了 然后其他就没管 错了 只要差异 超过了预期值 超过了可接受差异国 那么要整体调查这个波动 调查这个差异 而不是只调查 超过的部分 就爱考这个东西 考了很多次 对吧 最后呢 是用于总体复合 这通常考的也比较少 他的频率 很能说明问题 确实 偶尔考一下 真是五年考一次 对吧 但是他也是强制要求呀 这个单纯考他考的少 但是跟别的用途 比较跟风险评估啦 等等合起来考 那恐怕 他作为ABCD选项里边 其中一个 那可能频率就不低了 他是强制要求 他的目的 不是为了识别 和评估重大突破风险 而是确定报表 整体语制的外职 被他们的了解 是不是语制 他这个程序的特点 有跟风险评估阶段 有相同 也有不同的 这个比较的内容 手段和风险评估阶段 基本相同 注意是内容手段 但是分析的时间 分析的重点 分析的层次 对吧 还有数据的数量 数据的质量 数据的响尽程度 那都不同 那就这句话 来一个选择题 哪些相同 哪些不同 就是下列各项中 这个用于总体 符合的分析程序 与风险评估阶段的 分析程序 这个不相同的是 或者存在区别的是 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 有哪些 这里边有内容 有手段 那是相同的 其他呢 是不同的 对吧 这个实施 最终的这个总体符合 这次用完了以后 如果识别是重大 特别风险 注意用词又是应当 应当重新考虑 什么东西 对吧 那大体里面 他可能就考虑了几个方面里头 他可能少说了一个 他这里面又重新考虑 评估的风险是否恰当 计划的程序是否充分 有没有必要追加程序 所以一个是风险 一个是程序 对吧 没有证据 没有说证据是不是充分的 没有说那个东西 对吧 好 这个呢 要入目三非 要学的精致 学的精确 粗之大业的学是不行的 那个粗之大业的学 就感觉自己懂了 那仅仅懂是不行的 要精通 才能应对考试 那么好 第三章就给大家串讲这么些内容了 同学们辛苦了